为台湾祈福风源慈祭宫集结31间庙宇 进行祈福烙尽活动 近2000人参与规模升大 众生出动百年首建 宫庙镇头车队绵延数10公里热闹滚滚 在地学生团体一同来与会演出 同时响应环保沿途施放环保鞭炮 展现风源地区宫庙的团结力量 在慈祭宫后周下 风源31间庙宇大集合 不只是众生出动 还有宫庙镇头 以及在地学生团体 将近2000人形成照进车队 穿梭在风源的大街小巷 画面看来相当的壮观 也是百年首建 这次的话就是分成上午跟下午 我们上午是练缘团的部分 就是看过来讲 算郊区 然后我们主要下午的话 就是集中在市区 那些库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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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源公庙 其重心 其福照性护台班 而全城也释放环保鞭炮 不造成空气污染 因为今年是刚好新冠肺炎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众神的神威 来把这个新冠肺炎 来把它消除 来让我们所有的百姓都能够非常的平安 真的是为我们的前品 前台 好 前国来祈祷这个疫情 赶快来消失 库镇部分灵火 希望在众神力量加持下 能够走过疫情的风暴 两千人的绕境队伍 也让人看见 风源库镇大团结力量 这里将台中采放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